2019 ITF台北国际旅展在8号正式开幕 围棋四天在南港展览馆举办 泽东蔡英文也到现场为观光盛会站台 要鼓励用创业的方式来提升台湾观光 而会长也有非常多国的外国特色馆 也寄出明星牌要吸引民众目光 古盛镇镇韩国传统舞蹈揭开 2019 ITF台北国际旅展序幕 8号正式登场为期四天 连总统蔡英文也到场 政府这三年来积极推动我们的观光专心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盘检 所有的观光的资源 规划每个区域的特色旅游路线 吸引国际的旅游路线 看称历史最悠走 规模最庞大 旅游优惠资讯这里最丰富 今年有60个地区 1700个摊位来参展 许多的参展单位 都是以主题馆来呈现 首先到10月底为止 我们来自国际的观光客 已经有806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6万人 今年各摊位卯足全力PK 韩国馆宣传观光 找来男神苏智谢助政 马来西亚馆也有当地传统表演团体 展现南国热情 2020马来西亚旅游年 推万元有找的行程 买就抽iPhone11 捞好康 日本馆也很有看头 观光大县分门别类 办活动抽东京来回机票 住宿券等 年度最大旅游盛会 规划度假行程 不能错过 记者之前跟人地周伟基SNG小组推报到